大家好,我是小影,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我唤大家彭祖华今年98岁了 满头银丝的她面色红润极了 脸上看不到一块老年般 虽然也是近百的年纪 但每天仍能挥好泼墨超过8小时 要说起养生,她有一个坚持了40多年的习惯 每天早上起来,一吃白醋,一吃蜂蜜 放入温水中搅拌后喝下 彭老自许是肉食动物 每天一杯蜜醋水 能加快新陈代谢,避免脂肪在体内积聚 蜂蜜是营养价值极高的滋补保健佳品 而醋是我们时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调味料 这两样东西几乎家家都有 二者看似没有什么联系 国画大家彭老先生把它们调配在一起 净成了一杯长寿神仙水 而且还特便宜 每天才几毛钱 一杯神仙水喝出健康和长寿 蜂蜜醋水不仅酸中带甜 甜纯适口 而且还富含葡萄糖酸 琥珀酸及多种氨基酸 具有减肥、延缓衰老 调节脏气功能 防节食和便秘 及助睡眠等诸多功效 一、易瘦 秘宿中富含人体必须的18种氨基酸 包括人体不能合成的8种氨基酸 及多种微量元素 甲、钙、心、鎂、钠、铜等 从而能起到软化血管、降血脂、降胆固醇、降血压、防心梗、防动脉硬化、开胃护肝、提高人体抗命能力等多重功效 二、排毒减肥 蜜醋中含有一种特殊物质果胶 能够减少肠内不良细菌数量 从而帮助有应细菌繁殖 因而能起到肠道排毒功效 对于下身肥胖 肌肉松软 容易水肿 吃得少也会胖的人 有很好的手伸效果 三、饱肝护肝 蜂蜜醋对肝脏有保护作用 能促使肝细胞再生 对脂肪肝的形成有一定的抑制 四、增强体力 蜂蜜醋中含有的多糖、钾离子、酒食酸 能降低体内酸性 从而缓解疲劳 内含丰富的新元素 具有增强记忆力的功能 五、美容养颜 蜜醋中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维他命可以抑制皮肤色素形成 消除皮肤色斑 增加白素 从而起到美容养颜 抗筛老功效 一般坚持饮用半年 老年般就会有所消退 蜜醋水怎么做 蜂蜜和白醋等量 有条件的话 还可加入等量的蜂王浆 不能用很烫的开水 冲泡蜂蜜醋 高温会破坏蜂蜜所含有的霉 维生素和矿物质用温水冲泡为最佳 蜂蜜和醋融合竟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这样一杯水 每天成本才几毛钱 就能让心脏年轻20岁 血液质量与心脏年轻也有直接的关系 血液对于人类而言 就如同水对于自然界一样重要 决定着寿命的长短和衰老速度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食物 它可以帮助人体清洗血液 吃一次就让你的血液年轻一次 哪些食物对血液有帮助 一 黑豆 血液循环催化剂 黑豆是一种神奇的食物 可以帮助血液循环 调节肠尾功能 使代谢能力加强 并积极输送到全身 让女人面色红润 内分泌也达到平衡状态 改善怕冷状况 这都要归结于黑豆中所含有的花青素 这是一种多分类物质 对于血液有良好的保健作用 而且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 效果不可小视 二 洋葱 血液的西世纪 云葱也就是常说的洋葱 它是唯一含有潜力腺素A的蔬菜 同时含有胡皮素 两者可以扩张血管 降血压 它还可以降低血液粘度 增加血液流量 降低胆固醇 防血栓 三 胡萝卜血管的软化剂 胡萝卜中含有的山奈芬 胡皮素等可以降血脂 和增加冠状动脉血液流量 它含有的甲盐 有助于改善血管硬化 四 西红柿保护血管弹性 西红柿不仅各种维生素含量 比苹果离高24倍 而且还含维生素炉丁 它可提高机体氧化能力 消除自由基等体内垃圾 保护血管弹性 又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 五 大蒜 血液的清理工 工业和交通的快速发展 所带来的副作用是铅的危害 大蒜可以降低血液中铅的浓度 减少铅对神经系统的危害 六 燕麦 血液的瘦身剂 燕麦不仅可以给脂肪减肥 还可以给血液减肥 燕麦中含有水溶性膳食纤维 灶带 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 铭 分酸类物质等 这些物质可以降血糖 降胆固醇 减肥 抗氧化 维持血液的健康 七 茄子 血管的补丁 茄子中含有维生素P 维生素C 造彩带 钙 磷 镁等物质 其中维生素P可以增强血管的弹性 降低脆性 渗透性 防止血管破裂和出血 其他物质可以降低胆固醇 防止血栓的形成 八 粗粮 预防高血压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参与者十年来每天都吃些粗粮 其罹患高血压的概率降低了4% 降低4%听起来不是多大的好处 但因为高血压会造成心脏病发作 中风和许多其他健康问题 因此每一小步都对健康有所帮助 这座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九 裙带菜 血液排毒的好帮手 裙带菜含有神奇的荷藻糖胶 不仅能增强肝功能 还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众所周知 肝脏是人体重要的造血机构 只要它健康 血液自然清澈 另外 裙带菜还含有独一无二的海藻粘液 将血液中附着的钠元素排出体外 从而达到为血液清毒的目的 十 玉米 软化动脉血管 玉米富含脂肪 其脂肪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特别是亚油酸的含量高达60%以上 有助于人体脂肪及胆固醇的正常代谢 可以减少胆固醇在血管中的沉积 从而软化动脉血管 人与动脉同瘦 换血动物轮流吃 血液年轻 人不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 下期再见